你知道中国移民每年寄回中国大陆多少钱吗 今天列举的这十个华人在美国的事实 一定会令你大吃一惊 大家好,我是墨俊杰伊丽莎 明天就是中国新年了 2020实数不易 在此恭祝大家牛年大吉 牛年平安 牛气冲天 力大如牛 鼠牛糊涂 龙蛇马羊 猴几狗猪 鼠牛糊涂 龙蛇马羊 猴几狗猪 新年快乐 好,今天就用数据来和大家分享华人在美国的十个事实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台裔美国人并不包括在中国移民里 一,在美国的华人约为五百五十万 这些人要么出生在中国 要么具有中国血统 包括香港澳门移民 但不包括台裔 二,出生在香港的华人有超过二十三万 占所有中国移民的百分之十 有超过二十三万至九十一万的台湾人 或者具有台湾血统的台裔住在美国 三,与其他移民相比 中国移民不太精通英语 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一的中国人在家讲英文 四,二十五岁以上的中国移民 至少有一半以上具有学士学位 百分之二十九的人拥有研究生或其他专业学位 比其他移民高出两倍以上 五,与其他移民相比 中国移民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更高 为七万美元 其他移民为六万美元 本地出生的家庭为六万两千美元 六,百分之五十四的中国移民 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相关职业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其他移民 或百分之四十的本地出生的人 从事相关行业 七,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国移民 规划为美国公民 这一比例略高于其他移民的百分之五十一 八,百分之六十九的中国移民 具有私人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 百分之三十具有公共保险 只有百分之八的没有健康保险 九,二零一九年 在美中国移民 向中国大陆汇款约为七百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十,大约一半的中国移民 居住在加州和纽约州 在二零一四到二零一八年度 按人口集中度排名前四的郡 是加州的洛杉矶县 纽约州皇后县 纽约州金斯县和加州旧金山县 这四个县的华裔人口加起来 占华裔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周六再见